讓我們一起來歡迎 王子秋生衣 掌聲歡迎 我們的一日店長 王子秋生衣 擔任保養品牌一日店長 肌膚狀況保持超完美的 他透露了自己的保養秘訣 我第一個 通常是清潔是最重要的 然後接下來保濕是 因為我的皮膚比較乾 保濕跟淨白 我是比較尊重這兩條 當然沒有像女生 這麼會保養 但是基本的清潔保濕 是我滿注重的 以前年輕 剛出道的時候覺得無所謂 現在年齡慢慢的增長了 真的是需要好好的保養 除了保養品之外 運動 然後我吃得比較清淡 然後我也比較少 喝很甜的飲料 我覺得飲食跟運動 然後保養品加起來 還有要保持一個 很開心的心情 正能量 真的會讓自己的身體好起來 王子不僅是肌膚保持得很完美 連身材也練得一級棒 在社群上PO出健身的照片 讓粉絲都幾乎 哇 真的太壯了 就是最近剛好有在健身 所以我覺得運動 也是另外一種保養 然後多喝水 多運動 然後 多使用好的保養品 最近剛好 因為我之前拍戲 有一陣子沒有去健身了 然後最近剛好有一些空檔 可以去健身這樣 我覺得運動是一種持續的 要堅持 然後我覺得 我之前有看到一個就是 不要累的時候去運動 如果你真的很累的話 寧願先休息再去運動 所以我覺得運動 第一個要持續 第二個是不要很累的時候 還去做運動 努力維持自身狀態的王子 聊起楊澄霖領政結婚的事情 也大方給出祝福 楊澄霖結婚的情緒 應該有接受到嗎 我有聽到 我有看到新聞 你們有私下家祝福嗎 還是你們家什麼東西 有機會恭喜他 沒有 好的事情都值得祝福 恭喜他 我的話一切順其自然吧 然後也沒有特別去想 現在還是以工作為主 可能 我目前還沒有想到那麼遠吧 沒有聊到過這一塊 對啊 最近剛好在戲劇的後製 就是昨天去配了我們的 復活的音 然後看到很多 之前拍戲的片段 然後還滿期待 趕快把新作品跟大家分享 不管是什麼樣的好消息 有一件好事就是 王子的新戲 即將在明年初登場 喜歡他的朋友敬請期待囉 完全樂 周夢杰 劉靖強採訪報導 成功跨讀電視以及新媒體版圖的 完全娛樂節目 不僅娛樂專業受好評 更不停刷新新紀錄 恭喜 恭喜 YouTube頻道 要到新的目標 五月天把你們做為一個 片頭Jingle 開播24年 完全娛樂成為 各界最信任的娛樂品牌 娛樂圈焦點 華人娛樂 第一指標 我們就最愛 完全娛樂 無論是打開電視或是連上網路 就需要你無時無刻 完全娛樂